最近宁波交警接到一个男子的报警 说妻子啊给撞了 他说自己是卖水果的 当时正准备收摊回家 因为停车的桥面有一点斜坡 他发动车子的时候 妻子刚好走到车的前面 一慌神之下他踩了油门 导致事故发生 可是监控录像记录下了当晚真实的情况 男子来报警时 被撞女子已经在太平间了 车子在医院停着 现场只有一团血迹 民警在事故现场的监控资料里发现 当时这名男子和妻子之间 因为一些事情争吵起来 妻子赌气挡在车子前面不让开走 而男子却执意将车子发动 并撞倒了妻子 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张 他使用的驾照是别人的 目前张某已经被移交给警方处理 郑贵队 男子 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